菊高校来台湾的推手第15集穿雨衣彩排 京都菊高校吹奏乐部参访总统府的同时 总统府广场上由2022年国庆筹备委员会 举办的国庆大会预演活动 所有参与这次国庆演出的单位与团体 全部都依序进行预演 虽然现场有时候下起雨来 参加预演的团体要穿上透明的轻便雨衣 多多少少会影响演出 观众席还是满满的人潮 欢呼声不断地为演出团体加油打气 菊高校吹奏乐部参访总统府后 换下橘色表演服 改穿白色圆领T恤 黑色长裤 各自拿好自己的乐器 边演奏边跳的精彩表演场地 菊高校认真的采摇 完美呈现各种队性变换 现场观众完全被震撼了 最让人感动及钦佩的是 10月9日上午的国庆暖场活动 菊高校穿着橘色表演服 压轴演出时 又开始下雨了 马上穿上轻便雨衣 在雨中完整演出 因为下雨没有使用乐器 虽然是空手演出 依然是震撼全场 感动所有人 菊高校2022年国庆期间 行程也是排满满的 6日圆山大饭店快闪演出后 马上赶往下一个行程 倒是什么行程呢 请继续锁定 菊高校来台湾的推手 第16集菊高校与北溢女相见欢